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今週新聞 首先說一說第一隻大作 就是這個家用機的死亡角色片 就是這個小島大神的大作 已經傳了很多年了 那段影片終於在前幾天 有一條9分鐘的Trailer 大約 不知道大家看了沒有 我本身是有玩Metal Gear 但我老實說不是很欣賞小島 不是他的盲憤 所以其實對這遊戲我不是特別期待 不過我知道外面有很多人都很期待 看完Trailer 我很老實說 其實我不知道在說什麼 基本上 因為比較深奧 但是 你說期不期待這遊戲呢 作為一個遊戲來講 都OK的 不過我就是怕 我看完之後我怕 因為大家知道其實小島獸夫是一個藝術家 去想的東西是非常之藝術 很深奧 我就是怕這遊戲太深奧 有時打遊戲我明白如果太膚淺就不好 但有時超過了那件事 我覺得他想表達Metal Gear 其實有些思想很難理解 我自己覺得我犯夫逐止 這遊戲我覺得他會比較深奧 暫時看完Trailer 應該是一個世界末日之後的開放世界遊戲 好不好玩呢 就不可能這麼快知道 但你問我期不期待 就期待 因為小島始終都有一些信心保證 對不對 還有現在這個特別版 其實我有點想買這個嬰兒的特別版 到時我再問一下力場 有沒有得招一隻 即是要付錢的 OK 即是沒得說不用錢 即是我會付錢的 但有時這些限定版 不是你付錢的 挺可愛的 不過挺驚嚇的 其實看起來也挺恐怖的 我自己覺得 但我比較喜歡這個外形 OK 再說一下其他生物 有個手機遊戲 4B4的陣地遊戲 不懂得讀 留意日版探 日版的地區專有 即你下載自己的聖水 玩法上 四打四是類似一些 佔地的形式 聽說 有些留言 都說不錯 挺有新鮮的感覺 在手機遊戲來說 可能會是一個新的血路 如果殺出了 不過我始終覺得 這類的競技式 特別是四打四 對這個人數的要求 挺高 即是如果你的遊戲 是Hit的話 當然沒問題 但如果你的遊戲 沒有人玩的話 你要組成四打四 的隊伍 其實有點困難 不過我自己覺得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下載試試試 即是你玩一玩 就千萬不要太快課金 我建議 就是這樣 好 接著就是白貓的新作品 其實之前公佈了 進頭的巴別塔 簡單來說 其實是類似 現在已經推出的 什麼伊丁的貓 即是那隻我都有爆機 好玩嗎 我自己覺得 好玩嗎 因為不用錢 你當作是RVG遊戲 不過 暫時未有中文版 所以如果你不是日文的玩家 都不用管 可以等它有中文化 才玩 好玩 接著就是一個戰鬥女子學員 其實這個遊戲 就宣佈 日版的那個都宣佈 關師伏氣 即是收皮簡單的說 其實這個遊戲 我記得當年推出的時候 風頭都不錯 好像跟白貓都可以 分庭抗禮 但隨著這個玩法上 沒有什麼更新 即是系統上沒有什麼變改 那些人玩得很久 即是隔了幾年之後 現在就收檔了 非常可惜 即是看見玩家都 那 即是從這個例子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玩法 如果一成不變的話 你假場都是收皮 那 即是跟誰說 大家心中有數 好 接著最後一則新聞 可能就大家不知道 我很有感慨 就是這個 這個 必難幻想 大家如果有玩都知道 有一樣東西叫 古戰場 就是工會戰 現在日本有個人 出了一個Post 他就說 剛才我們五月的古戰場過了之後 他就 他老婆 跟他申請離婚 哈哈 打到古戰場打到離婚 那 很慘 你看這位巴達 因為他本身 他說 五月尾的時候 老婆 就誕生日 即是老婆 他老婆生日 原本就是想去旅行 結果可能老公 就是古戰場 就是我們騎兇士 榮耀 榮譽 非常可惜 可能他就放了他老婆飛機 老婆一路之下 就可能和他離婚 因為 那 唉 很慘 我覺得很說 不知道說什麼 那基本上網友都在此笑 哈哈哈哈 基本上都是此笑 這則新聞就是這樣 好 那今天星期的新聞來到這裡 短短的 好了 我今天星期的推介遊戲 就是這個Sweet的八方女人繁體版 其實這個遊戲 我自己就沒有玩到 因為我是畫面牌 但是你看外面的評價 對自己已經是以一個系統 和一個故事來說 這個遊戲也有不錯的表現 就是這個 懷舊式的畫風 這個 現在終於有這個中文版了 那如果你本身有日版的話 好像是官方會有一個更新 就是你可以不用買遊戲 那如果你本身是木利爾玩過這個遊戲 你可以考慮去買一隻遊戲 對 那麼歷場遊戲有效 好了 那麼今天星期的新聞來到這裡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